讲到阿里山,大家心里浮现的不外乎小火车、云海、日出等台湾人早就玩到你的行程,不过阿里山好玩的可不只有这些。 今天就要带各位走遍阿里山八个隐藏版玩法。 下次听到阿里山先别急着倒谈啦。 1.姐妹谈 姐妹谈一大一小两谈相连。 曾有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相传过许山中一对姐妹同时爱上一名男子。 两姐妹为了成全对方而分头解谈与媚谈。 在谈中的小亭子小桥上拍照。 精彻碧绿平静无波的谈水。 倒映着两旁树木与蔚蓝天空。 四周雾气缭绕,仿若置身仙境。 2.特赴野古道,走在古道上。 4.周被柳山环绕着。 时而走进浓雾中,见雾气在眼前渐渐消散。 时而感受阳光透过树木间的缝隙洒落下来。 充分品味大自然的神秘美感。 3.迷糊步道 位于乐野村乐野部落的迷糊步道。 与特赴野相隔不远。 步道平缓一行走。 沿途设有木站道。 站道两旁竹林密布,高耸露天。 听着微风吹过竹林发出的声响。 让人情不自禁放松下来。 春季来到迷糊步道。 还能在一片绿竹中见到一抹燕粉的樱花。 4.樱花季。 春天限定的阿里山樱花季。 不论是正盛开时满山满谷的樱花。 或是樱花即投为少数几株吸引人的粉能樱树。 昭燕欲滴的花朵都让人看了不禁深深为之沉迷。 5.萤火虫。 虽说阿里山环境保护做得好。 其实一年四季都能见到萤火虫的踪影。 但是这么大量的萤火虫可是只有春末下出限定,在阿里山瑞里。 上万只萤火虫在林中篡动。 照耀整个山谷,犹如在地上的星空一样。 6.年月线铁路。 曾为阿里山最繁盛的铁道之一。 1.然而次九百二十一后。 年月线便就此封闭。 只能徒步进入,被称为失落的棉月线。 虽然高度有数层楼高。 然而沿路坡度较缓,几乎都是平路。 只要不怕高就爬得上去。 沿着铁轨行走,一下被浓雾密林缭绕。 一下进入幽深的隧道中。 随手一拍都很有感觉。 仿若人间仙境一般,也由于棉月线沿路实在兴气十足。 甚至有人会选在这里拍婚纱。 7.八通关古道,攀爬难度稍高。 但是沿路断崖,瀑布紧致一层接着一层。 每一段路都是一片不一样的风景,每转一个弯都是一个不同的惊喜映路眼帘。 8.水样森林,攀爬有一定难度。 需要重装上山。 丽丁千辛万苦才能赏到这片美景。 然而在辛苦过后,回报绝对值得。 在此扎营一夜,感受夕阳西下的徐红阳光从树木间透出夜晚璀璨的星空闪耀。 以及早上起来的晨曦日出。 在湖水与树木的陪伴之下。 享受大自然无比的宁静。 最后,也顺便提供给大家几个不同的阿里山交通安排。 阿里山林业铁路,从嘉义火车站出发,搭乘到奋起湖站。 速度虽不快,却是最能享受阿里山铁道风行,体验小火车的行程。 请,票价,384元。 购票,前15日至,或前12日至嘉义、北门、奋起湖、阿里山站购票。 5中,林业铁路最远可搭乘至十字路站。 亦可搭乘中心号由嘉义站至奋起湖站。 发车时间,阿里山观光巴士。 若非从嘉义出发,也可搭乘阿里山观光巴士。 由高雄、台南等地发车。 简单搭乘至奋起湖享受阿里山之旅。 详情可参考。 包车由阿里山。 骑时到阿里山玩。 包车是非常好的选择。 虽说价格难免会较高。 但是可以不受限于铁路、观光巴士的发车时间等。 也能避免自驾由开车劳顿反而扫兴。 乘着车前往各个自己想去的景点。 要怎么玩都随自己安排。 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才玩得开心。 下次提到阿里山。 可别再以为只有那些老掉牙的景点可以玩了。 Till的赶紧试试这八个不同的私房景点。 相信一定可以玩得尽尽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